台东资本金莲世纪酒店近日订房系统出包 有民众在订房网站发现一博二十 居然只要807元的价格 而他在下订后也在社群软体上进行分享 因此涌入了数百笔的订单 而对此资本金莲世纪酒店的董事长杨子贤霸气回应 大地震后秉持着只要大家愿意来 就欢迎大家的想法 以售出的房间全数认赔 饭店的人员正在介绍从房间内看出去的美好景色 而这里正是一晚要上千元的资本金莲世纪酒店 但现在可以仅以不到千元的价格入住 甚至还包含了两餐 日前资本金莲世纪酒店在后端操作上出现失误 在订房平台上标错价格 一补20的总费用竟然只有807元 被眼尖的网友发现后 转发在其他社群平台上进行分享 短时间内就卖出了超过百张的订单 对此饭店的人员也霸气了认赔 全数订单将兑现 并欢迎民众来到台东游玩 针对这次错价的部分 是我们业者自己作业的疏忽 有关错价的房间有达到上百间 我们一律全部认赔 希望借由这次的机会 所有的民众可以来到台东 或者是资本温泉体验台东的美好 有来台东的旅客 我们都非常的心存感激 也希望透过这一次台东的业者 能一起再重回观光的荣景 而对于出现这样的好康 民众就表示 真的是有抢到有赚 台东的旅树业 近期受到花莲抢震的影响 住房率都偏低 这次业者误将房价标错价格 但人士大方兑现 希望游客可以来到台东 刺激台东的经济消费 记者陈基林 北南乡报导 好